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改过 积善 修福 主著先佛为南天福神 南天福神将 圣氏无今夜降著 改过 积善 修福 积善篇第五章 平反冤狱 天赐临儿 当官能替囚犯平反 实属难得 也是功德一见也 审判案件 再小心 再谨慎 难免会造成冤狱 所以 当法官 律师者 虽无意造成冤狱 但是其过失意大矣 稀有图康善者 在京都任刑部主事 相当于现今高等法院科长 他为了要替犯人平反 自己装成囚犯与犯人 混在一起 了解案情 然后将事实承报 给审判的唐氏 作为了解与依据 因古时大审君 在早上天未亮时 进入审堂 因森森的 如同阎王办案 令人害怕不已 所以有犯人因为害怕 无法将事情说明白 故而可能造成冤狱 不像现今法院 光明正大 大家都没什么好害怕的 就因为图先生的关系 很多案子重审 而获得平反者甚多 因而使得刑部声明大造 其实这都是图先生之功劳也 图康善心想 在京都就有甚多被网入狱者 况且其他地方将必更加严重 因而上书皇上 能定期与不定期的重审案件 以免造成冤枉 亦获皇上的批准照办 致使图先生亦是平反官之一员 自此之后 各地亦有甚多 获得平反者不计其数 图先生功德乃大也 图公本命无子息 就因为如此 造下甚大之功德 上苍就赐其林儿 自掌若冠 亦是图顺意 一家康和 顾可之为官替人平反之功 可造因己身之福也 势力明显可证 渡算成立我 词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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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